好 谢谢 我们会查这方面来录业 希望王委员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方向 再来喔 我也一直有一点点纳闷 因为台湾毕竟我们的过去的一些 发电的原料都是外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电的问题就格外的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我现在又很好奇 像这次台风来袭 电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要确认就是说 未来电业自由化之后 像台风这样的一个断电状况之下 由谁来维修 一样的 目前这个 还是台电 目前这个我们电业自由化之后 苏沛电的部分仍然是由台电来控制 所以它这个部分仍然是独占的 所以当然它的苏沛电的这个 所以我还是要替台电的弟兄 稍微讲几句话 全力要帮他们顾好 好贪的也不要都叫财团贪去 叫人做工作才叫台电专家在那里做 不会啊 它那个苏沛电它本身也是有收入的 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 我再举个例 2000年加州的一个案例 当时也是电业自由化的状况之下 搞到加州大停电 最后还是政府拿了先拿了80亿的美金出来 分区轮流供电 后来再拿500亿的美金 1020年的合约才正常供电 可是呢 后来因为我们燃料的价格 结果他们现在还在承受当时的一些痛苦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们希望行政团队 未来能够很负责任的 在电业自由化的过程 就像我讲的 给我们民众干净的电 电价不要涨 当然我们会查这方面来 再来还有一个 我要拜托 院长你知道说 我们现在养株有哪三大层次吗 乡镇吗 县市 县市啊 应该是屏东云林 和也许是彰化吧 彰化还猜对了 对就三个 那我看我们的主委 他一直在推所谓的早气发电 甚至现在可能有所谓的专案 我也拜托你们 辅导这些猪龙的过程中 把彰化也列入 可不可以 这个本来就是有列入 所有的猪龙都是一师同仁 没有问题吗 没有地区的差别 好 然后再来 来 请坐 再来院长我再请教 我们外交部长好像有说到 未来 我们可能会猜测 十个 住外单位 有没有这个讯息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李部长来说明好吗 可以 请侯市长 因为李部长下午风假 请侯市长 是报员这个案子我们是还在研究当中 并没有做决定 等到研究之后 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结论 报到行政策 好你们预计所谓想要猜测的原因倒是缺人缺钱还是检讨下去效果不彰 呃是因为我们今年主要是要做这个新南向政策 那需要更多的人力跟经费来推动一些相关的计划 那有些管处啊这个多年来呃就是有两个人三人管啊那个效率效能比较好 好我现在是提醒你们猜测很简单 但是未来回不回的去就有一点问题了 我们希望你们在做猜测的决定的过程中 能够考量到未来台湾的出路可以吗 对我们会审慎评估 好那你们现在是因为南向政策 所以要把人员往南向政策这方面来调动 是这样吗 这个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啦 我建议你们外交部 第一个我发现你们编制已经很久没有检讨了 随着这几十年来整个外交情势 国情经济发展的不同 人员编制你们应该要去做一个考量 这是第一点 当你人员编制不考量 后面会衍生到我扰民的很多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希望你们针对驻外人员的素质能够多加要求 我们知道驻外人员真的非常的辛苦 毕竟为国家做事他需要离乡背景 很辛苦 可是我们希望你们检讨所谓的缺 不要有的硬生生 有的忙得要死 让他工作能够去均匀 甚至有的人可以身兼多职 他就像那个人员而已 感情是没事情没事情 你一个人放在那边 让他闲着真的是很浪费 我们希望你们外交单位 这个应该要院长来做处理 因为外交驻外的人员不是只有外交部的人员 也有包括经济部 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防部 我们的国安情治人员都有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希望你们做缜密的一个检讨 第二点 不行的人员真的该换要换掉 本席曾经做国会拜访 我真的还是要讲这个案例 我们当时丹麦跟冰岛是同一个代表 既然可以报到之后八个月没有上冰岛 是因为我们做国会拜访 要去拜访冰岛的国会议员 他才好不容易姑娘上冰岛 像话吗 所以素质不佳 导致我们外交伸展不出去 曾女群讲了一句话很好 能干的馆长小馆会变大馆 不干的大馆也会变小馆 我们希望你们外交部 针对这个部分好的检讨 可不可以 当然我们是部里面每几年就会检讨一次 所以过去也有财病的经验 好 再来 院长 这个你们回去检讨 我们南向政策东协十国 里面除了新加坡 汶来跟马来西亚以外 我们来马来西亚以外 不需要面谈 剩下我们的外籍新娘 通通要面谈 我请教外交部 你这样的差别待遇 会不会影响到 未来双边的一个拓展关系 会不会 目前是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比较会有 次长说没有 部长说会 面谈的是越南跟印尼比较多 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真的发现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 明明他们是在台湾认识的 也要跑到那边去面试 这是一点 像我们简补寨 明文规定 简补寨人 不得与台湾人结婚 没有这个规定吗 没有吗 简补寨不得与本国人结婚 而你们现在相关的要求 他们结婚 一定要当国出示 他们的结婚证书 所以简补寨 好多的简补寨新娘 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再来更离谱 你知道越南 现在面试要多久吗 市长 有些案子是要 因为要排班 好 六个月到八个月 本席告诉你 上半年度一到六月 大概有两千队申请要面试 你们一天可以做多少 十二队 其中两队还保留给怀孕的人 那怀孕的人要有什么资格 你要先去做DNA的检定 而DNA的检定我们都知道 有可能会伤害孩子 因为我们的行政效率不张 导致困扰重重 面试一而再再而三 让本席真的觉得 真替那些外配新娘 他们叫区 而且为了要早点面试 还要去承受DNA检验 甚至可能伤害到胎儿 我们的规定 院长能不能重新检查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让外交部去看看 因为我知道早上也有委员执行 外交部面试的主要问题是出在 可能是有假结婚 我告诉你哦 多离谱你知道吗 至于如何做一个兼顾人权的考量 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这个部分我们请外交部 就这个案子再来研究 多离谱哦 面试他告诉你 你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要你补证件 补什么证件 既然是补国小的成绩单 我都觉得这个面试官 有没有问题啊 我要结婚 跟我补国小的成绩单 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我们外交人员 拿到了这个成绩单 还要再回 文给他们国家 验证这个成绩单是真的假的 中间又要两个月 他说我没有不让你过啊 我只要你补证件啊 合理吗 结婚要补国小的成绩单 我都真的是对于这个面试官 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心态 我都很质疑耶 怎么处理 你担心人家假结婚 我说真的 人家现在在外面 比台湾还好 对不对 需要这样吗 这个部分我们请外交部来研究 再来你们的人员真的要补足啊 八个人 抠掉有的休息 有的干嘛 一天只能12队 半年有2000队在等耶 所以呢 最近我们在跟你们外交部联络 他说 等八个月哦不对吧 现在已经要等八九个月 才能排到面试耶 啊 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够离谱吧 再来哦 我们啊 越南啊 排华暴动的时候啊 我们的台商 勘不认耶 勘不认什么 台商不如外籍新娘 因为我们的住外人员跟他讲 我们每天在做这些面试 我们都没用啦 哪有用过去关心 我们的住外人员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他是应该做好侨务的工作 做好我们经贸 做好国际外交的工作 还是他应该把所有的心力花在面试呢 院长 王委员你刚刚讲这些都是个案哦 所以必须要去 不是个案哦 这很多案哦 这是集合我们很多的案件所做的说明哦 不是只要个案哦 那你可以把 我建议王委员把这些部分呢 能够让外交部就你所提的每一个案子 他们说没有用啊 好不好 他们说我们这个住外人员我们管不着啊 不可能讲这种话 真的啊 外交部哪个人说住外人员管不着的话 你跟我讲我妈妈就来处理 拜托啦 我也替这些哦 将要加到台湾的这些外配哦 向院长 陈请拜托院长 是不是能够将整个的流程 看多少的时间之内 你们定一个 SOP出来 让大家有一个依循 人员不足的地方我们素补 好不好 做个调动嘛 这个部分啊 我想政府的 这个必须还是要让 每个部门啊 就是他现有的这个预算 及人员部分啊 做最好的考量 所以您刚刚讲的问题了 我们希望叫外交部 我希望我今天的建议你们听得下去 因为这个真的是造成基层很大 民众的一个考量 好 再来 我想要再请教 我们最近人力银行的民调里面 针对我们企业对于南向政策的一个态度 做了一些民调 而其中啊 完全赞成的17.8 完全不赞成的有22.2 不了解政策的高达41% 还在观察的有18.9% 我想南向政策是我们新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期待说 这个部分的一个宣导能够真的是加速好不好 再来我们看到中小企业啊 因为自称台湾的经济 应该也是中小企业 那我们对中小企业这边的辅导 才编1885万 我觉得显然是比较少 在政府一直鼓吹大家要南向南向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这个有点像好像义和团 你们去冲啊冲啊冲啊 会比较不负责任 所以在这边还是请我们院长这边 针对中小企业的这个部分 能够多加的一个来那个辅导 再来本席要问一下 院长你了解一个叫做企业海外制裁诉讼贷款吗 有没有听过这个贷款 这个部分我是我不了解 好这个部分在民国93年开始 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一些厂商 他有非常好的一个专利 但是呢有时候是被侵权了 可是呢他在打诉讼过程中 因为在外国 在外国他特别是美国 他一次诉讼大概要200万的美金 那一般中小企业他绝对是没办法负担的 甚至上市上会公司 印度网爱爱救 本期最近接触了好几家公司 他们就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呢在民国93年开始 有一件申请民国94三件 95三件 96年两件 总共贷款的金额是1.4亿元的一个申请 那到了96年到105年 这十年中间却没有半件 那当本行呢问中小企业处 他们第一个时间答复我们 只告诉我说 就是没有人申请啊 那但是他们并没有去归咎 为什么会没有人去申请 那实际上台湾很多很好的专利 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保护专利 搞到最后只有放弃那边的市场 这是很可惜的 那我们政府既然有这样的政策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更主动 让这些厂商知道 你们有建物的可啦 不用烦恼啦 但现在呢 我希望能够更积极 为什么 因为你们现在大概就是 他来申请在国发基金里面 审核过了之后 有5000万的一个贷款而渡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一个相后续的一个配套 只是让你跟银行再去谈 利率多少你家的事 然后呢 能够谈到什么状况 也是你家的事 我觉得既然我们要来帮助 这些中小企业 这些公司 我希望我们经济部担当拿起来 这方面多来考 多来协助 可以吗 我想能够有一个专利申请出来 是很不容易的 只因为被侵权了 市场就不见了 还比较痛 我只会担保 部长 那个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部分 过去的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那个费用 其实比这个可以补助的费用高很多 所以业界自己也需要出钱 不过我们会回去做一个检讨 当然业界也是需要啊 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专利 我们国发基金审核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你会贏 你有可能贏 我这边要给你贷款嘛 那你現在一時要他拿兩百萬的美金出來 等於把他勒死了 他乾脆我就不要我就放棄了 那就很可惜啊 他原本可能是台灣之光的 他原本能可以占美國市場占歐洲市場 搞到最後他只要放棄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你經濟部能夠加強來輔導 可不可以 再來我看我們南向政策總共編了42億 對不對院長 目前是有任一個統計 是把各部會相關的支出把它做一個總系統計 好 那我們在這個區塊裡面 我們大概就教育部大概就10億了 就是做一些獎學金 教育部的部分它有個計畫 我是知道那個計畫是很大的 就希望能夠去促成 就是有更多的東南亞的國家的學生來台灣 所以他有這樣一個交流計畫 好 他們來了台灣之後後續的問題呢 我們要不要跟他們幫助他們再找到工作 在台灣發展 還是希望他就回到他的國家做 當然是希望他來這邊所學習的專業 以及未來是不是可以留在這邊 或他能夠回去那邊是不是對台灣 跟那邊的這個經貿關係拓載有幫助 會有做一個應該做一個整體的考量的 好 我在這邊我希望說你們除了針對這個東南亞的學生之外 也希望你針對我們台灣本土的 我們有很多所謂外籍新娘所生的第二代 他們呢跟母國跟台灣都有感情 未來培養他們他們會留在台灣 會做我們的這個僑養的 那是另外的計畫 因為我們這個是引進東南亞學生 另外當然就是有關在這邊的這個 所謂外配的第二代我們有其他的計畫 包含就是他要能夠給他一些更多的一些機會 因為現在我們對於第二代並沒有高教方面的相關的輔導 通常都到高職程度 然後大概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希望能夠精進 讓他們在大學也甚至研究所能夠為我們所用好不好 對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有計畫的 最後一點我再問一下經濟部長 明天本來是你的經濟部業務報告 聽說你應有重大的藥工啊 所以把它取消掉啊 我是請你到底有什麼樣的重大藥工 請你講一下 有什麼樣的事情會比到議會 因為被詢還重要告訴我 跟委員報告我沒有請假 那個是 你沒有請假 那為什麼通知我們委員 說是因為你經濟部長沒贏 沒有沒有 蛤 所以我們明天全部都取消掉 變成我們的那個會刊 為什麼 跟委員報告我沒有請假 你沒有請假 對 那就委員騙我們啊 不是啦 那個是後來發現是 他們在這個承報的過程當中出現錯誤 這個拜託啊 不要再出狀況啊 這個影響到我們的權益 我本來已經準備好明天要再跟你 跟你好好的討論一些 那個中小企業的事情 我完全沒有請假 沒有請假 那就是誤會啦 好不好 這個以後要注意啦好不好 對對對 請假 接著請黃國書委員質詢 巡打時間為30分鐘 好 謝主席 有請林院長 請林院長 教育部潘部長 請 黃國書委員好 館長辛苦了 沒問題 謝謝 我想問一下 館長你覺得台灣該不該發展競技體育 因為經濟項目很多啦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是適合我們台灣的 像過去台灣的籃球就是很好的 那麼棒球也都是很好的這個運動啦 應該發展 當然 當然 你如果台灣如果不需要發展競技體育 那接下來的問題我們就不用談了 如果覺得應該要來發展 那我就想繼續跟你探討一些問題 那潘部長你覺得台灣該不該發展競技體育 是 更委員報告 我想全民體育跟競技體育都是 體育運動裡面非常重要的方向 是 那現在政府願不願意把體育發展 當成是重要的目標 我們已經宣示了它是我們未來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工作 很好 非常好 今天媒體又報導了 涉及國手林宜君退出國家隊 那最近的體團有非常多爭議的事件 讓我覺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針對涉及國手林宜君的事件 那院長你今天答覆委員的諮詢 有提到你認為這是一個個案 我有不同看法 說實在的 我們如果從這幾年來 從去年到現在 一連串的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去年棒球十二強 棒球賽有球員拒絕出賽 我們的足球國手陳昌元 英雅吉 拒絕出賽了 這個都是大的新聞 這一次奧運呢 眾所關切的 謝淑薇網球國手退出奧運 到今天涉及國手林宜君退出國家隊 我很擔心如果我們今天不來正視這個問題 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林宜君們 所以部長 我想教育部是專責的單位 那行政院地場我想也應該要來支持體育發展 所以我們政府都責無旁貸 同不同意我這個看法 跟黃委員特別說明 我從來沒有說這是個案 我只是說針對今天早上發生這個個案 我們要做一個個別的回覆 好 那好 謝謝 我在想我們的體育 整個的環境狀況 我們的發展的策略是不是生病了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我想每一個選手他會退出比賽 這不純然只是一個個別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的體態現在已經病入膏肓了 我們已經出了很嚴重的 整體發展環境跟制度的問題 同不同意這個看法 部長 是 剛剛委員報告 確實從吳云上任之後 那麼陸陸續 尤其是這一次的奧運 那麼也突顯出我們選手在參賽 還有我們單向相關的運動的協會 那麼在這些機制上面確實有很多 是需要來全面的做一個 好 那你認為出了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當然運動會 這個運動的組織在國內或國際 他是有他的自主性 我知道 我要很簡單來講一個概念就好了 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選手的權益沒有受到重視 就這個樣子了 所以每一次的重大比賽 我們要徵召重要的選手出賽 馬上碰到這個問題了 國家不願意為這些選手付出 所以又要求他們 希望他們相忍畏國 協會啊 各個單向協會 有非常多不合理的規範 限制了這些選手 強迫這些選手出賽 只有一個道理 要他們相忍畏國 那這一次的棒球經典賽 WBC呢 現在怎麼樣啊 棒鞋 宗旨 然後各個球團 也不願意放行選手 為什麼 要他們相忍畏國 這個帽子啊 我相信這些選手 擔得很重啊 我們可不可以從制度面來改善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再讓這些選手去委屈球前 從之前的奧運到這一次的棒球經典賽 未來還有非常多的國際賽事 我想我們新的政府要去思考 我們如何幫忙這一些為國征戰的選手 幫他們做到最好的照顧 提供最好的條件 可以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拿到最好的成績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這個樣子 比賽有輸有贏 如果我們這個都做到了 比賽成績不理想 我們盡力了 那如果說 我們連這個都沒有做 那要求他們 要用鄉人畏國的精神 為台灣出賽 要求他們要做好 打好成績 打好球 這強人所難 說實在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爭端呢 所以 我在這裡呼籲 院長 我也提醒了 是不是可以在我們 新的政府上任 我們有很好很好的宣誓 也就是說 我們要做好體育改革 我們要重視選手的權益 我們不要再讓這些選手 用鄉人畏國 這樣子的要求 為台灣出賽 可不可以同意這個觀點 謝謝黃委員指教 我想這個確實是我們 目前把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在處理 就是我們先是來做 有關就是整個目前的 這些體育組織的一些改革了 那這個改革是有幾個 有四個方向了 包含就是他的這個 第一個就是會員 他要能夠更開放嘛 而且要更平衡 不要被少數人所把持 好 那第二個就是要讓他的這個 財務更透明化 不要被少數企業所影響 好 了解 這個是單向協會的問題 對 那麼單向協會的改變 其實非常重要 那麼當然就是 而且單向協會 它是改變之後呢 它才能夠讓整個的這個 就是它的不同領域的選手 能夠得到充分的照顧 要把一些新的一些觀念 和專業的經營的方法 要能夠帶進來 好 很好 因為做這個事情呢 事實上是需要 也要這些團體能夠配合 因為它畢竟是個民間團體 所以我們是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已經宣示了這幾個方式 而且確實有一些行動 那麼當然這裡面有一些討論 但我們相信這個 也許沒有辦法向政府 因為它不是我們政府機關嘛 不能一條邊來處理 但是我們會朝這方向去引導 好 院長 我覺得你的想法很好 我完全認同 我完全認同 那現在是我們行政院 哪一個單位來執行 這一些改革單向協會的業務 是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政務委員 張景森 張政務委員 他在召集 其實我已經跟他講了 這個事情 他已經做了好幾個月了 他把方法已經定出來了 那麼同時交給體育署再執行 當然也不只有體育署了 那其他的相關的這個 我們認為可以溝通的部分 我們都會再去溝通 那麼我也有請體育署 就他的這個執行的一些計劃 我曾經也有請他來給我報告過一次 那我們當然我會定期最終 至於說現在做這個做法 是不是能夠解決 像今天早上林玉京選手 他的這個問題 這點我還不是有把握 所以我才早上說 我說我們請體育署去了解他的問題 那個我們現在制度改革裡面 是不是能回應他的需要 如果不能回應 我們再來看這個問題在什麼地方 我們還可以再來看 我們還能夠做足足的 我了解 院長 過去我們會認為說掌管 掌理 台灣的重要體育發展的責任 都是在體育署 那體育署當然也是 掌理這些單項協會發展的 政府重要單位 主管單位 體育署這幾十年來 針對各個單項協會 他們都有考核辦法 懲處的規定 幾十年來 只有處罰過一個單項協會 那個協會叫做象棋協會 面臨這麼多的問題 過去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體育署有任何的考核 所以我們要改革 要檢討單項協會 現在衍生出來的亂象 我們交給體育署去處理 如果我們制度沒有去幫忙 沒有去協助 沒有去變革 請體育署去做 改革單項協會的事情 其實就是欠貴體育罪了 不會有成果了 那我要回來再談 這裡頭當然有包括 各單項協會有很多 財務要集合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重新回過頭來 思考整個制度面 我們如何去制定 所以我在這個會期提出了 體育團體法這個法案 我們也希望可以獲得 相關單位的重視 我們一起來改革 那我現在回過頭來 提到這一次的WBC 好 經過一番的口水戰 那現在確定是體育署跟棒血主導了 是吧 部長 是不是這個樣子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本身目前 體育署這邊也在實現上 大概也做了決策了 謝謝 部長 我可不可以要求 那這一次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是帶著國人滿腔的期待 我們希望都可以打出很好的成績 但是我們一定要做到最好 可不可以跟 在我們這裡承諾 我們不會再出現球員 沒有球衣 沒有早餐 因為行政疏失 讓球員沒有拿到獎金 沒有西裝 沒有打擊練習店 沒有出場費 還要出現球員 對這一次問題 部長你可以承諾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教練團 曾經之後 那麼 往下就是決定 相關這些名單 剛才委員所提到 對於選手 應該有的支持 我們會來跟工會來做整個討論 我想剛才委員提到幾個細項 委員會來要求體育署一定要來全面的支持我們的棒球選手 WPC馬上就要比賽了 明年三月 我們現在都在備戰 但是在賽前我們就看到我們國內還在口水戰 我想這個會影響到我們國內球迷對棒球產業的熱情 如果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好 影響層面會很嚴重的 所以我認為新的政府責無旁貸 必須要從制度去變革 不管是體育署 不管是棒血 不管是宗旨 在這一次的口水戰裡頭 從來就沒有一個單位 忽略到球員 大家都本位主義只有想到自己的想法 沒有考量到球員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在這裡我可不可以提出四點訴求 我也希望行政院教育部體育署 我們把這個責任給扛起來 希望可以做到這四點訴求 這個四點訴求是去年十二強棒球賽的時候 職棒球員工會他們就提出來的 我們希望這個訴求可以常態化 第一個 參賽及集訓期間球員的保險 保險太重要了 我職業的選手為什麼不願意為國征戰 風險太高 我比賽這一段期間 如果有運動傷害會影響到我的職業生涯 保險太重要了 羅家仁優秀的棒球選手 他不是也因為為國出賽 然後運動傷害受傷了 影響到他整個職業生涯 好 有沒有好的保險制度 沒有 所以保險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要特別提到的 保險 台灣針對運動的保險 體育選手的保險 其實只有一家保險公司在做 那自從羅家仁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他們就興趣缺缺了 我想問一下 接下來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保險 誰去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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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知道 好 盡管會 黃代組組委 對 報委員 這部分以前在高雄是辦大型運動會 我們有配合過 我想如果委員有什麼需求 我們是不是您交代我們去研究 好 你在比賽之前 這些照顧選手都要照顧好 保險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沒有好的保險 你要不要看看人家別的先進國家 看日本 韓國 美國 沒有好的保險制度 這些職業選手 我不會冒著職業運動傷害的風險 然後去為國比賽 不會的 所以好的保險 很重要 我所知道的台灣 這一家 只有一家願意做運動保險 這一家 最近也沒有興趣 我們可不可能開放國外保險公司 他們有很成熟的產品 他們有很成熟的保險商品 這個給你們考量 保險一定要做好 再來 我也希望可以建立運動的保險基金 來保障選手的權益 這一點 部長 你覺得呢 可不可以做到 跟委員報 這部分 是不是我們來做一個研議好不好 光保險 我們就有這麼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這幾點 這幾點訴求 請你們參考 好 回到剛剛 球員工會那四點訴求 第一個保險 第二個 相關賽事的準備選訓主訓的會議 應該邀請球員工會的代表列席 這一點應該要協助幫忙吧 好 請回 謝謝 跟委員報告 而不是只是 單向協會 來決定 所有相關的選訓主訓 相關的會議 然後可以代表球員權益的公會 完全沒有權利可以發言 這一點可不可以爭取 部長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整個 剛才講到運動組織的變革裡面 我們一項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價值 就是相關選手的 有關在選訓 培训的这一部分 的整个设计就希望 是要有选手代表来参与 所以这一次的经典赛 我想我会请体育署 在这方面应该优先的来做 第三个集训及赛事期间应有球员 共会代表协助球员处理权益的问题 应该吧 这一点应该吧 好 其实这一次引发的争端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收益的部分 当然我不愿意去批判 到底 棒写宗旨 要去征求 争取 那个所谓衍生的收益事项 到底合不合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要求应该将这些收益的内容 要有一些公开 如果收益的项目跟球员 直接相关 应该要分配球员或相关的公会 这一点可以做到吧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针对整体改革的方向 委员今天以棒球经典赛为例 实际上这些面向 也正是我们对整个后续 在整个改革上面的重要的一个面向 包含 为什么相关的财务要透明化 这当然不是指用 是用于单向的比赛 我想整个未来在 整个运动赛会 运动团体的这些的变革上面 我想就是这几个精神在出来 我今天就这四点诉求 给院长跟部长给你们参考 要发展经济体育 要改革 这个都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现在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选手的权益问题 没有受到重视 好 我们各个单向协会 最近有一年串的这些乱象 我都希望 部长 我们好好一起来改革 是 好不好 我们从制度面来改革它 好 谢谢 盘部长 谢谢 另外 我们国训中心二期的预算 5.17亿被简列了 这个事情 我想 院长 可能还不了解这个情况 你当时 在答复科智恩委员回答的时候 你可能认为 那个计划已经执行完毕了 事实上 那个是 国训中心选手宿舍 准备要兴建的预算 如果这个预算 没有办法执行的话 2020年的奥运 我们马上 就没有选手宿舍可以用 新的宿舍可以用 这个 是今年 要执行的预算 对不对 部长你了解这个事情吗 是 我跟委员报告 那有关 国发会 把这个预算挡下来了 我应该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原来在执行 相关的这些设施的 这个整个计划 确实在过去 有相当的延宕 包含工期八长 其实它整整花了 十多年的时间 我了解 我现在要请问一下 所以这一次 国发会来 提出这边要求 把它整个做一个总的整理 不可能一个 中长城的计划是无限的延长 那现在目前在跟国发会 讨论的政治希望 把这几个重要的方案 能够在这个区别上 来做一个处理之后 能够让国庆中心 尤其是在刚才委员所谈到 选手宿舍的这部分 那我先问一下 那这一笔5.17亿的预算 明年可以来使用吗 有没有 有没有办法 这个计划就不推了吗 应该这样子说 原来我们在这一期 工期八长 应该在今年年底前 一定可以来做一个结案 这5.17亿是要做宿舍的吗 不是吗 应该是说 这个原来它在旗别里面 它当然 当时就是没有把它整个 做一个结束 所以呢 一个 期程就一直的延长 这个也造成国会在审查的时候 会要提署这边 能够提出来 那现在 整个比较清楚的共识是 让原来的这个工作 这个项目能够告个段落 我想从这一点 我们要快点来检讨了 国庆中心二期 光这一个计划 光比较 人家韩国发展运动产业 相关的设施 我们就差太多了 而且我们还去要求 国庆中心 还必须要有 30%的自筹款 这个都是 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 我在这里也要为 国庆二期 来请命 是不是可以 请国发会跟 教育部体育署 我们尽数的 来执行这一个计划 要因为预算 然后被 挡掉了 然后这个计划没有办法推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部长 刚才我也跟委员报告 我想在我们整理的 整个期程之后 那也会再跟国外这边就确认 因为国庆中心 选手的这个宿舍 是重要的设施 那往下也会持续的来进行 好 谢谢 好 请回 谢谢 好 好 院长 请坐 好 院长 这一次的新内阁 我们请了唐凤 来出任政务委员 他今天也来了 当时 我想 社会舆论大概都给予高度评价 那的确是一个非常惊奇的人选 好 我想了解一下 我们邀请了唐凤来出任政务委员 只是为了要让社会对于我们新内阁 所谓的老蓝蓝 这样子的负评 有一些正面的作用呢 还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唐凤来有一些实质的功能 我想我们每一位政务委员都会扮演 他的这个应该有的功能和角色 那么至于您刚刚所提到的唐政务委员 他的来这边主要是考量到 未来的这个整个国家产业发展 数位化的情况是一定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重要 那么而且这个部分不会只是在某一个部会 而应该是普遍在政府的每一个部会 都会考虑到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务委员去协调 去整个去检视 我们在数位产业方面 以及是这个社会上 迈向数位化的过程中间 我们有哪些部分是需要去补强 或是需要做得更好的 那我相信他可以在这方面 给我们很多的贡献和帮忙 特别是对于政府部门的open data 是的 这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有一些贡献 那我们要了解 现在我们政府的open data 这一个业务 现在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这个开放政府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我相信是一个驱散潮流 在520之前 其实也应该有做了相当程度的不努力 那么我在520之后 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做了更多 比如讲说是像这个台电 在过去被质疑 这个就是很多地方是黑箱 或点点等等 那我们也特别在这段时间 透过那个台电的这个一个 这个就开放台电 让这个部分 其实有了很好的一个成果 让社会大众能够认知到 所以我想我们希望也把这个当成一种 这个标准的做法 让很多部会和其他的机关也能够 类似的来处理 很好 了解 谢谢院长 其实政府部门的open dat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 因应未来的趋势的需求 我现在给你们看看 政府部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政府部门预算的视觉化 可视化 我现在给你看到了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 他们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 各个单位的预算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们预算的编列 所占的比例 好 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央政府的 总预算的方式 是这个样子 下一页 回上一页 我给你看到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预算的可视化 还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空间 我们现在 政府部门 我们最近在审这些预算 这些预算 如果我们把这预算数 报起来是比人还高 那我们这些 都还没有 可以适合再利用的电子档 所以要请唐凤兰 第一个事情 先就政府部门的预算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 可视化 可不可以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不需要 唐政委员来处理了 我们请主机处 这个部分来处理 主机处可不可以做到 报告委员 我设置上我们的一个 资料开放度 英国有一个机构 说我们的 我了解 是世界开放度 是第一名的 至于刚才委员 所提供的 我们在预算 总说明里面 我们也有把它视觉化 因为刚才委员提供的 这个是 那个 所谓的营业部分 跟非营业部分的 以及总预算 因为五本 另外一本 我们有一个 比较小本的 是有一个 有把它视觉化 谢谢 我给你看下一页 Open Data 我想过去政府的部门 都把它当成是一个 KPI的竞赛 我们的Open Data 在世界以英国的相关单位的调查 我们世界排名是第一的 这很好 但问题是 我们放了一大堆这些 很难以再利用的资料在上面 所以你放了那么多东西 你量很多 但问题是 如何为民间所利用 这个角度要出来 你没有这样的角度 你放了那么多 你这个Open Data 几乎没有功能 我们今天请唐凤政委来 我们希望可以从 政府部门的Open Data 在改革开始 可以吧 这个部分请陈主委来说明好吗 那个黄委员报告 确实目前Open Data 是先做到Open的 就是至少各个部位 现在愿意把资料拿出来 我了解 对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 这个来管理它的成效 所以可能这些还需要一点时间 慢慢才能够看 就是说政府现在开放出来 这些Data到底没有被利用 被利用的程度 被利用在哪里 那民间对这些Data的使用 还有什么样的需求 这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做 我想因为刚刚也启动没多久了 所以目前只有 就是刚刚讲 只做到开放的程度 后续的这个使用 可能都还没有再做检讨 所以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会来继续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的Open Data 一般对学术界来讲 还蛮好用 可是刚才委员所讲的 对大众的话 那一种视觉化 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 好 院长 我们请了唐凤政委来 我们就希望他有一些作为 那未来 我们在执行政府资讯化 以及Open Data Open Data这个事情 过去的旧政府的时代 其实都是不愿意参与的 其实是很消极的在面对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背景的 比如说像蔡玉玲委员 蔡玉玲政委 他们其实也都是有志男生 各个部会都消极的在抵抗 这个政府资讯化 Open Data 请问院长 我们请了唐凤政委来 要来执行相关的这个业务 如果碰到各个部会消极抵抗的时候 院长你会给唐凤最大的支持吗 我想这个开放政府是我们的一个政策趋势 不会有任何部会会去来抗拒这个事情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当然一定会全力来把这个部分做一些改变 这个是未来政府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 因应整个趋势的需求 我们希望我们对Open Data 我有一些建议 我认为那不是一个部会的KPI的竞赛 而是要确实让资料能够确实为民间所用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要重新检讨采购的制度 将Open Data相关需求 比如说机器可读等等 这个都必须要检讨这个制度 再来开放的资料Open Data 应该建立标准 要求各部会要遵循相关的规范 这我这几点建议 给院长还有相关部会的参考 不然的话 我们请了唐鳳这一个高速 接着请月宜金委员 请离院长还有经济部李世光部长 环保署李议员署长 林院长 业委员署也好 部长 院长好 院长你可以先请坐 你辛苦了 好 谢谢 好 两位 李部长 李部长 李署长 台化今天又是员工的大抗争 但是我们很清楚 台化呢 在彰化这么久了 现在彰化魏县长呢 他拒发燃煤许可证给台化 因为台化已经连续15年 违反环凭的承诺 这个很为难 为什么 第一 我们卫县县长为了 县民的健康 为了环保 他拒发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 燃煤许可证 但是呢 这些员工的工作 又关系到员工家庭的经济 我认为这么一个大厂 我们不能够只有让它在地方 让大厂跟地方 在那里争执不下 这个大厂 是相当大 是全国性的大厂 所以呢 我认为中央必须 也要有态度 我们就先就 做环保健康的议题 来请教一下 我们李应援署长 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觉得魏县长做对了吗 给委员说明一下 这个昨天我有去见了魏县长 了解这个 这个阶段是属于 县政府的权责 但是就是基于像 委员你所讲这件事情 院长其实也很关心 所以因为是县政府权责 所以我们在目前是 在做一个沟通桥梁一个角色 第一个县长他说 县政府做的民调 65%是希望长期要签厂 那七成以上 大概78% 这个的这个民调 认为要照顾劳工 所以他觉得 这样的一个矛盾的现象 他只能够透过 循序渐进的方式 换句话说 就说这几年 还是让这个减量的方式来处理 空气排放的标准加盐 另外燃煤的成分也加盐 在这样的状况下 一方面可以照顾这个县民的健康 一方面就是指让 M16和M17 这两个锅炉的气垫公升的 这个许可症继续运转 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个中间 因为他们的这个沟通的过程 我个人的看法 双方显然是互信不足 所以对于一些这样的一个 补证的事件 显然没有完成 所以到最后 以县长这边的角度 本来也是希望说 你如果把这些程序补证之后 我们其实M22 因为牵涉到还评承诺 那民国88年的还评承诺 那部分没有办法 但是这两个部分 事实上他是 县政府是愿意在修正了之后 愿意给他许可证 在展延的 叫做展延 所以这中间 昨天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希望说 能够透过 做一个桥梁的角色 协助双方对话 对话之后 包括今天 刚刚大概中午左右 彰化县政府 已经发出一个说明 针对上午的劳工的抗争 说明说 其实他呼吁 台话能够再度提出申请 再度提出申请 劳工的抗争这部分 我要请教李部长 李部长 我们署长 站在环境保护的观念 立场 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站在经济跟 劳工的工作权 部长 你觉得怎么样呢 是的 跟委员报告 官场 台话官场 会影响到我们 真的影响到我们多少经济呢 都会影响到 一千个正式的员工 加上四百多位的 所谓的 协助的厂商 承包厂商 所以就像刚刚李处长所提到的 我们的确经济部也持续的 在跟台话厂做联系 希望他们跟县政府 能够进一步的达成协议 来谈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个中央的 就经济部的部分 并不是完全放着他们不管 是我们其实有派 这个工业局的同仁 还有我们政府次长 其实都跟他们 持续在保持联系 在尝试的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中央是有持续在 跟他们保持联系 所以中央是有持续在 那个叶文 我是不可以补充一下 好 请说 就是李部长所讲的 9月2号由沈隆金次长 和环保署张副署长 还有张法县政府 他们大家有 就这个部分曾经沟通 所以本来以为这个事情 在这样的一个冲撞之后 沟通之后应该会解决的 没有想到到最后 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对撞 我们觉得很遗憾 那这个部分就是 现在台话那里面有14个 类似这样的 锅炉的一个许可证 锅炉许可证 现在就是这个三支 是暂停 但暂停不是说要观察 你就要再提出申请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中午的 这个张华县政府 发出的这个新闻稿 希望他再度提出申请 希望这是一个好的 善的开始 好 我是希望 中央应该也要积极的 去协调 而不要只有放任 这个地方自己承受 这么一个大厂 跟地方政府的角力 好不好 当然 院长 是不是也请你表示一下 态度 谢谢 中央的态度 我想 当然这个是牵到 环保跟这个 就业的经济的问题 是 那么我们还是希望 就第一个就是 这两个能够兼顾的话 一定要 环保要符合 应该有的标准和承诺 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么如果能够 让它能够逐渐的 去慢慢的 减少它的运转 然后最后结果能够 让这个问题能够平息是最好 所以 现在讲的就是 有一部分机组 可以同意它 在这个符合 环保 环平和环保的标准下去运转 让台化的员工 还是就业机会不要减少 能够维持住 那这个做法呢 我们中央会尽可能去 在这个中间去做个 协调的桥梁 好 让他们双方之间 就这问题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而且能对当地的居民 还有那个 就是就业的人口来看 他们也能够觉得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是 好 院长你请坐 我也期待 中央能够介入 来作为协商的桥梁 让双赢 不要像这样大厂 来发动抗争 然后制造对立 其实这样是双输 我觉得 好 两位请回 或许金经部长 你需要再留下来一下 我接下来要问电业法 是 部长你也可以先请坐 我相信今天 也有几位委员提到电业法 但是问题是 现在民间对于电业法的各种说法 我整理一下 大致来讲 有两大疑虑 第一个就是 担心电价会大涨 第二 认为会图利财团 好 我们就来看这个电业法 经济部不断的对外的说明里面 电业法不外就是这样 它的供给端 要开放自由竞争 对不对 部长你点头 它的输送端呢 叫做自然独占 就是还是保持台电 还是 因为输送呢 最主要是国家 挹注的这些设备 所以输送呢 还是台电 输送还是国有 好 第三呢 就是需求端可以自由选择 对不对 是的 就是这个表嘛 对 这是你们的表 好是的 可是问题是这样来了 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来做一个整理 这上面有燃油燃煤燃气核能 有些民间没有啦 比如说核能 或者蓄水 种种的太阳能关键 风电再生能源等等 有些台电有 有些民营电厂有 有些没有 好 这样总total平均起来 每一度台电的发电成本 是1.61元 而民间的发电成本 是2.26元 好 那我们就想自由选择 那怎么可能会自由选择 比较贵的电呢 那个委员跟您报告一下 那个整个计算的部分 在这个核电的部分 其实核后基金的计算 跟它的处理 并没有放到这个里面 完全同意 非常好 你的意思是以后 你要把核后的这些支出 也要算在你的成本里面的意思嘛 对不对 那才是真正显露出成本来 是不是你的意思 是的 好 非常好 好 那这样意思就是 台电的发电的成本 就会诚实的呈现 对不对 好 你确定 你什么时候准备这么做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在 这个核后基金已经开始在 收取这个基金 现在已经有2300多亿的钱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同时我们在准备 原来会这边有这个要求台电 再准备一份报告 那份报告也开始在处理 所谓的核后的这个终极处理的 这个选址的这些基本要件 是 你的答案 就让我们豁然开朗 要不然的话 院长 部长 大家想的就是这样 如果你台电的成本比较低 那么没有不可能有人会去买比较贵的电 那这些民营的电厂 再把电卖给台电 台电又抗人民之凯去买了民营电厂的电来 这个差价还是政府补贴 那就完全失掉所谓自由市场的意义了 不是吗 那如果你算上这个成本 我想恐怕民营电厂就很有竞争力 我们就是在在的呈现出 我们应该要慢慢的来减少降低核能发电的依赖 因为加上后端的处理 其实它是非常贵的 是这样 对不对 好 非常好 这样就 我的问题就不用再往下问下去了 你知道吗 要不然大家问的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开放自由选择 而让人家去选择比较贵的 你也不可能叫做开放自由竞争 结果用纳税人的钱去买 叫台电去买民营电厂 好 那么 我还是最后再问这个问题已经豁然开朗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呈现 核能发电的成本 还要多久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日期 现在的规划是 请说 对 现在的规划是 那个选址的规则 在这个月到下个月之内会出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召开公民会议 然后开始处理这部分 非常好 跟我说 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希望期待的是在 电业法真的要推出的时候 你必须要具备 你必须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你要推电业法 就要把这些疑虑给去除掉 比如说 电价会大涨 比如说 我刚刚说的 土力财团 这两个大议题 那电价为什么会大涨 这个民间讲得很清楚 因为你台电的 这个发电成本 比民间低的话 那大家不可能去买民间的地 或者是 要去买比较贵的 因为它不够了 台电发电量不够了 而民营电厂有电 他只好 被迫去买很贵的电 现在民间的娱力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 至少你应该要在电业法 要推出的时候 就能够很清楚的呈现 我们真正的成本 好不好 好 同学跟我补充一下 那个民生基本用电 那一块还是不会涨价的 是 你再一次的保证 民生基本用电 是不会涨价的 是 不会涨价 你可以保证几年 好 那个部分是 因为是总统的证件 那以现在的结构底下 那一部分的 我们做过一个完整的计算 那一部分 不管是用 这个 330 320度的电 或者是120度的 这个基本用户的计算 它所占的 整体的发电成本 其实是满低的 好 好 谢谢部长 院长你可以请坐 没有问到你的时候 你可以休息 没有关系 好 来 来 接下来 来 部长你也可以请回 我们讲到民生用电 我要讲到民生议题 院长 在上一次我就有 上一次的总质询 我问到了你儿童今天 大家都知道我是三个孩子的妈 所以呢 我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育儿政策 整个国家的将来的年轻人的前途 对于下一代的公平正义我特别在意 院长 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呢 我是念半天班 现在小学一二年级也念半天班 但是我们那时候小学一二年级念半天班 有时候念上午有时候念下午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教室不够 因为那时候小孩很多 教室不够用 所以有时候轮到一年级念上午 二年级念下午 下个礼拜可能换一年级念上午 二年级念下午 是因为这样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少子化了以后呢 其实很多学校是招不到学生 几乎每一个学校都是在减班的 而老师上班是上整天的 老师其实就算小朋友下课了 老师还是低年级的老师 还是必须要在学校上班呢 我就想不懂 为什么一定要小孩子上半天 特别是年轻的夫妇 这是你们的统计 双新家庭已经突破六成了 台湾已经有六成以上 必须要是双新才能够维持一个家庭 那么这些小孩上半天班以后怎么办 送去安亲班 这些安亲班呢 有合法的 有非法的 甚至我告诉你 非法的很多 大家心里有数 非法的有的呢 甚至连消防安全都有问题 来看那一张 二十个他应收了五十几个 我们的小孩 小一小二的小朋友 下午硬把他塞到不合法的 或者就算你合法的 关在安亲班里面 这对我们的下一代是非常不健康的 学校有那么大的操场 学校有那么大的空间 学校的老师也在那里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下午也留在学校 跑一跑也好 做做运动也好 开开心心的 特别是弱势家庭的小孩 你上半天班 他连中午这一餐 营养午餐可能都没了 他没有办法去安亲班 他回家 可能家里没有人他到处乱跑 或者家里只有阿公阿嬷 或者家里只有 我只能让他在社区里面 去社区里面 院长 我期待 其实 我们现在已经少子化 每一个小孩都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珍贵 我可不可以要求说 我们来让小一小二 我不是要让他们整天上课 而是一样整天留在学校来减轻 年轻的夫妻的负担 特别是弱势的小孩 可以吗 谢谢业委员您指教 我觉得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蛮有 蛮有意义的一个想法 但是 我是不是让教育部了解一下 这个执行上有什么困难 如果没有困难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 可以减轻 这个父母的这些负担 也能够让他比较放心 部长你可以讲讲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不太了解 看看部长 教育部这边有没有什么考量 是 我跟委员报告 我想当然 这个目前学生留校的时间 跟学习的时数 它是有一个规范 那第一年级 一二年级 确实它比较多的时间 有半天 是没有学习的课程 那以目前 教育部其实跟各县市 也积极在推 客后留校 就是留在学校的这种安心 不是坊间的这一部分 那因为 这一部分 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包括刚才 委员也谈到 对于弱势的学生 甚至留在这边 他是不用额外再负担 其他的这些费用 只是说这个规模 我想教育部 可以再跟各县市 来能不能因应学生的需求 来扩大 部长 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希望 这些弱势的小孩 被贴标签 如果你只留下弱势的小孩 这样是不好的 我认为 我应该是说 学生都可以留下 只是弱势的孩子 他是可以不用再额外负担 所以不是专门为弱势孩子留 是 没有错 而且其实不是只有弱势的小孩 安亲班的 这个到安亲班去 其实对年轻的夫妻 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真的 但是我们 我们不懂 为什么一定要让小孩 特别是这么小的 小一小二的小朋友 要在那种 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 关个一下午 一个礼拜 关个几个下午 这对于整个儿童的发展是不利的 你知道 欧美国家的小朋友 他们的运动量有多大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样运动专长 不一定将来成为选手 但是他们有一样 至少有一样喜欢的运动 或者乐器或者技能 我没有要求说所有老师都要再加上这些 我只是说老师既然都在学校了 为什么不让学生留在学校 就算让他们在学校里面跑一跑 都比在安亲班安全 不是吗 我跟委员再补充 因为我也在地方政府服务 几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 校内 学校的客后照顾 其实是 都展开 那当然 没有 学校的客后照顾 另外还要收费 除了这个以外 学校的客后照顾 也没有在一二年级 几乎没有 都是 比较高一点的年级 特别是国中 因为家长对于升学的压力 希望他留在客后 老师再多一点辅导 我应该这样说 国中的第八节 留校 那是另外一个 比较属于学籍的导向 那以国小的部分 其实第一年级 本来就会是最有需要的 因为他有很多个半天 当然现在有一项 刚才委员提到 学校基本上 会因为学生有这样的需求 他会去开设 但是家长也有一些想法 因为 我也从第一线服务的 有些家长 他当然 有很多期待是孩子 可能这个时间 他 某种程度 他想让学生再去学习 可以谈性处理 我们没有强迫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认为 其实 只要你真的有这个 有这个制度的话 我认为大部分的学生 会留在学校 因为学校是一个很好开放的空间 是 这部分我想教育部 一定会再跟县市来尽量的协助 但是不是强迫 因为这个 毕竟也要尊重到家长他的想法 其实我认为 这个不是说强迫 但是我认为 学习实数 不是只有学业 是 我认为 与其让他去安心班 真的我再一次的强调 还是希望 他能够留在学校里面 我们应该要认真的思考一下 而不是只有说 因为有些家长希望他能够去另外额外的补习 学其他的学业 所以我们就让他这样去 有时候政府还是需要做到教育导正 这样子的填压 或者这样子给小孩那么大的负担 对这个小孩真的是好吗 这个教育不是只有推给家长 我们还是要我们的政策跟方向 好不好 部长 好 谢谢 谢谢 我就直询到这里 剩下就留点时间给各位 接下来请马文君委员直询 巡答时间为30分钟 谢谢主席 麻烦请院长 请李院长 好 首先我想就最近大家尤其是有很多的县市 比如说像南投县还有其他很多的农业县市观光县市 其实对于目前的整个观光环境都非常的忧心 我想就这个图片院长应该很熟悉 这是哪里吧 这应该是日月潭是吧 对 日月潭过去几年 其实它的熔景 几乎 不要说每天 至少在假日的时候它是车水马龙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片 它是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钟的时候 整个潭里面只有一艘游艇在行驶 目前日月潭总共有120艘的游艇 在观光非常景气的时候 甚至在去年都还有非常多的人潮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人等船 包括整个码头周边有很多的咖啡厅 还有很多的露天座 其实都坐满了人 常常的人龙在等着搭船 可是现在你到那里去看 在码头边其实是船等人 所有的游艇大家都停在那里面去顾买头 完全没有生意 今天我们很喜欢吞曲棍球的委员 还可以大言不惨的 请陆克不要来日月潭 她说日月潭 鱼池乡的乡长是民进党的 是跟蔡总统一样属于民进党的 所以陆克不应该到日月潭 今天政府的政策造成今天的观光 这么不景气 让所有的观光业这么萧条 居然我们的委员还可以说这样的话 请他去问问陈锦伦乡长 他敢不敢说叫陆克不要来游池乡 叫陆克不要来日月潭 今天一个好的父母官 他要为地方的发展 要为人民的福利来争取 今天我们的委员讲了这样的话 我想要请教院长 你对于这样目前观光的困境有什么样的想法 跟马云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针对陆克的减少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因应的措施 那这里面包含有多个项目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需求面来着手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除了鼓励国内的旅游之外 我们也期待就是能够再增加一些国外的客源 这个部分我们都在已经在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在进行 那么至于说是这个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只要台湾的观光的条件够好 我们还是可以有一定可以吸引到很多的观光客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整个国内的观光业 的一些不管是建设或是产业的转型 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 院长我们也认同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客源是来自于同一个区域 同一个地方 可是你其他的观光客 他能够 我们其实也不用拿这些数据来自欺欺人 光是要弥补陆克这样的锐减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好 假设让你的人数 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好了 把流失的陆克你从其他的国家 然后把它补足好了 可是它的产值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观光产值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像法国好了 很多的名牌精品店 为什么他们肯为陆克清肠 然后让他们整个整栋 所有的客人他们都不服务 就专门服务陆克 为什么 陆克他特别优雅吗 陆克他的那个 那个素质更高吗 都不是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产值 所以他们愿意这么做 这些高端的精品名牌店 其实在过去大家的认知里面 他们甚至是有一点势力的 为什么连他们都这样做 凭什么要台湾所有的观光的业者 必须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们必须要大家勒紧裤带 然后我们要去做这样的牺牲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你今天我们也同意 你应该要让更多国家喜欢台湾 让他们发现台湾的好 台湾的美 愿意来这里旅游 这个我们都认同 可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 至少你不要用政府的政策 再去做打压 或者让它雪上加霜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现在想要诉求的 因为从上一次 他们很多观光业者 来做了一些抗议的游行以后 到目前为止 我想要请教观光局 我们现在目前 国旅的这些政策 或者怎么样奖励的措施 出来了没有 这个部分 是麻烦贺神部长来说明 好 谢谢马委员 国旅的政策 其实一直都持续在做 那最近为了这些短期措施呢 我们正在跟院里面 来一个专案的来申请 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些 赶快提出一些 针对特别的业别 还有特别的一些地方 所需要的这些困难地区 我们优先来做 这个事情还正在签报当中 南投算不算困难的地区 南投会算进去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媒体 出来以后 南投都被排除在外 所以这也是我们 很担心的一个部分 对我们现在不是完全用单一的一个指标 我们会多元来考虑 我们是希望 其实在我们的观光政策 大家都知道 国旅这一块 因为现在整个经济的景气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你要靠国旅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困难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对陆克这么重视 包括你绿营执政的这些都是你们大咖的 天王级的 他们都要向陆克喊话 为什么 今天如果没有实际发生这样的困难 如果没有受到这些压力 我相信他们不会站出来 这跟我们整体的一些政策是相违背的 我们希望我们要落实 我们要的不是只有口号 我们要的也不是你拿的那些数据 我们希望真正落实 让观光产业的荣景赶快恢复好不好 我们所看见的其实全世界的趋势都是一定是在地有特色 才能够真正长久吸引观光客 同时能够有好的产值 所以这个方面我想南投 不管是您刚刚提到日月潭 或者是埔里的地方的一些特色 或者是像中坛才是这样的一种宗教性的 它其实很大特色的 我们非常希望这些地方能够贬成 这个我们真正的产值 以及帮助地方上面的一些繁荣 部长连你刚刚提到的 这些非常有特色的观光景点 它的观光人潮都已经是以半数在锐减 就是你原来可能有100人 现在可能都只剩下50人以下 如果连这样的点都做不到 就是我们的观光政策要修正 所以我们的国家政策要修正 其实当那些景点 它的人的压力少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带成另外一种 比较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行为 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培养的地方 也希望委员多多支持 我们通常其实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你说亲近地区 所以当初人潮多的时候 我们反而觉得它可能就是变成开发 已经有点过度 所以我就是说它不是用最多人 就是最佳的这种旅游方式 部长那是你的看法 观光业者跟观光的产值 不是你认为不要有人 那你就不要争取到一千万人 那你就不要争取到一千万人 你每年设定三百万人来台湾就好了 我刚才没有说不要 而是说这个上面 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那这部分就是我们在希望 今天如果大家赚不到钱 它就没有平衡的条件可言 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不是 你用各种理由来堂塞 因为观光业它为什么要推展观光 它为什么要做投资 它为什么要去盖这么多的饭店 为什么要提升它的品质 它做了投资下去就希望有人来 今天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做到的是 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人 你就不要破坏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做到的诉求 那这个当然后续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 在这里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院长 我们国家的战略 因为大家都说在一百天以内 之前做了一些民调 像现在可能也超过一百天 不过时间老实说也不是很长 不过就整体的国家战略来说 其实它包含的 大概就是政治 经济 军事 还有心理 还有科技 一般来说现在都把科技纳进来了 在整体国家战略的发展上面 我想请教院长 就这几个面向 我们的整体的做法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委员是希望能够了解到的是 什么样的战略 不过基本上说我想我们应该是说 战略也 其实也可以说是发展 因为院长您现在是整体国家 在执行上面 所有的行政团队 他要带领国家发展的方向 其实就是国家战略 我们先从 直接进入好了 台湾的军事战略是什么 因为现在在我们的政府 其实尤其蔡总统 一直在推动的就是国防自主 我们一直在鼓励 甚至在很多的媒体 在很多的宣传 包括国防部 在推动上面 一直在讲国建国造 国际国造 希望可以国防自主 我想要知道 救我们的军事战略 到底是什么 这部分让国防部 部长来说明好吗 我们目前还是遵守 这个防卫固守 跟有效喝阻 有效喝阻 防卫固守 所以这个是延续性的 是不是 是的 过去马总统 其实我们的主张 我们的战略 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是的 那如果是有效喝阻 防卫固守 我们是延续的 那我们现在目前 国际国造跟国建国造 我们为什么常常 因为其实 国建国造在 马总统的时代 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是的 那现在进行到 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先从浅见来说好了 呃 我们正在筹划的阶段 但是因为预算还没有通过 所以目前我们 就是把这个 所有的厂商整合 还有我们做 这个 你今年已经编了30亿 对 因为 要做什么 这个30亿里面 有三项事情要做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 它这个设计的 整个里面的内容 呃 要把它定向 第二个就是要找到 合约的厂商 第三个 还有我们筹建的时候 需要 许多技术的资源 我们希望利用这段时间 能够把它组合在一起 并且把主要的合约厂商 找到以后 我们能够尽数 在得到预算之后来执行 那我想请教部长 潜见既然是要国造 它的组合约商 就应该是国内的厂商 对不对 应该是的 那国内的厂商 你觉得谁有能力可以做 因为潜见从来没人做过啊 报告委员 这方面呢我们想 台船呢 还有另外一家 我们都在评估之中 我们也希望他们互相合作 不需要只找一家 而且希望大家能够集 集体的力量 来发挥 我们所有技术人员能够开发 老实说其实30亿做潜见的设计 我们已经跳过了前面的两个程序 因为其实要做潜见 如果它会发生最大的困难点 会是在哪里 我可不可以请教部长 这个发生的最大点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 国家的这个能力之外 还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在开始的时候 需要国外的技术来支援 当这个潜见制造到 譬如说它的初级的潜见做完了 后面继续要量产的时候 我想我们有这个能力 部长你前面都不一定做得出来 不要讲后面的量产 我们先说这30亿好了 这30亿老实来说 其实也算是一笔庞大的预算 今天我要问说 它最大的困难点在这里 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探讨 因为在国家财政 这么吃紧的状况之下 30亿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如果以军事用途来说好了 包括因为以台湾的 我们的海峡的作战环境来说 潜见它的战略价值 也许也有一定的程度的需要 可是它并不是最重要的 一个防御武器 如果利用台湾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来说 我们如果投资在部署更多的反舰飞弹上面 是不是会更好 甚至蔡总统其实在之前去 呃 拜访军备局的时候 我们甚至都还自己爆料 说我们的国军 我们的军人 到现在基本的防弹的一些装备 保护都没有 对不对 不对 我们现在已经 那这个要不要做 我们已经在编列预算在做了 我想 编多少今年 我们一共编了50亿做3年 要把这个所有8万7千多人的这个装备 通通给它更换 所以跟委员讲的有点出入 没有出入 因为其实你这个本来就要做了 你到现在才说我们的军人 没有受到基本的保护 你未来很多年你才编了50亿 我今天要说的是 如果你这些军事投资 如果对于保护军人 如果更重要的话你应该先做 而不是拿来做浅见 浅见我们接下来 好如果假设你认为浅见 是非常重要的好了 因为这是蔡总统的政见 如果你认为非常重要好了 我们来谈 今天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投资 刚刚你说我们的那个取得会有困难 哪一些方面会有困难 浅见最重要的关键技术 雨雷管 声纳 潜望镜 柴油主机 机动电力系统等等 这个要怎么取得 这个我们部分的已经有在做 各系项的一种考量跟选择 那么有两种方式我们要来做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组合成了以后 还做作战测试 这些方面我想也会请求 部长 我现在要说的是你怎么样取得 因为这些浅见上的特殊的装备 它不是谁都能做的 我刚刚念的那一些 它是少数世界上生产的厂商 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 而且他们都受到该国 它的输出许可的严格管制 你今天如果连合作异象书都还没有拿到 你竟然编了30亿去做设计 好 假设 你今天我刚刚念的那些 你的雨雷管 然后你的声纳系统 然后我们的柴油主机 潜望镜 机动电力系统等等 这都是浅见非常重要的系统 对不对 这些如果都要的话 你通常把它设计进去了 你花了30亿把它设计进去了 到时候这些都 你通常买不到怎么办 不要说一样都买不到 你如果只是买一半 它也没有功能啊 如果你设计出来的只是一个船壳 我们要这个做什么 报告委员 凡事起头栏 我们当然要有信心跟决心 那么而且我可以给您报告 我们已经有些厂商主动来找我们 愿意跟我们来接触了 这些厂商不是这些生产的厂商 它不是那些大厂 你国内的当然可以啊 它的造船业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 它当然可以来跟你要求说 它可以试试看 这个不是万事起头难 你今天花了30亿下去 后续还有很多的预算经费 你投入进去 这是要有效投资才可以 你不可以把它当成红包 你随便花 因为这些装备 我今天 我不要说我们说的好了 财团法人 船舶级海洋产业研发中心的执行长 在7月14号 他就有提过 潜舰的设计 现在评估 最难掌握的是 潜舰所需要装备的筹货 因为部分装备都是属于国外出口管制品 礙于我国情势所限 如果装备筹货不顺利 就会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今天你如果30亿花下去 如果是部长你自己的钱 你会这样花吗 我想我也是会这样花的 为什么 我们总要做投资嘛 部长那你就不试任了 我想 你会这样花 30亿你拿人民的血汗钱 投食问路 万事起头难 这不是你认为难不难的问题 你已经在撒钱 今天最困难的 今天最困难的 如果可以 过去20年很多机会你都可以了 你今天如果这个都做不到 照理说你不可以 随便编列这么高额的预算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委员我们这个计划不是随便做的 我们已经开了第7次的 那不是你开会就有用 你开100次也没用 如果人家不卖给你 你开1万次也没用啊 你自己又做不来 世界上这个军火的厂商多的是 军火厂商 那要符合我们的需求啊 你今天 你卖脚踏车的厂商也很多啊 卖汽车的厂商也很多啊 为什么你要买好的 一样的道理 潜见 这是非常重要的保卫国家 如果你认为它非常重要 它的防御跟攻击 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如果你连这些都拿 就像你有枪 你没有子弹 一样的道理 这样很好笑吗 马委员 我们要探讨的 我们也不反对 你执行潜见的国造 潜见也可以 可是你必须按照顺序来 你今天要先确保说 你这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必须要有输出许可的 如果他们已经愿意了 你要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然后要有合作意向书 你才来做后续的嘛 你今天通通把它编进去了 到时候你买不到 这30亿就白花了啊 我们的重点在这里 你必须要有先后顺序 今天不是部长说你会这样花 部长 那以后如果做不出来你赔好不好 我应该这样来讲 就是我们的潜见呢 其实它因为它的 第一个我们现在直接去向别的国家购买 有一定的困难度 这么多年我们已经了解了 所以我们势必要去面对 我们必须要有国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的决定 当然我们也了解潜见的国造 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要去突破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开始 我们也没有办法 永远也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我们现在一步一步在做 至于你刚刚讲的那些部分 是我们预见得到的可能的困难 所以它会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不会说一个短期 我们就是有一个解决方案在这个地方 院长 我刚刚提到的是你的 顺序是错误的 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潜见国造的一个流程里面 100年到102年 因为这是正常的程序 100年到102年 装备能量的盘点 就是它到底需要什么 然后商情的收集 是103年到104年 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做好 你都还不知道 人家愿不愿意有异象 可以真的卖给你 你根本没有 你找台船 台船猎雷舰也没有标到 为什么 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标到吗 就是因为他找了厂商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他做出来的猎雷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后来 是有其他 是庆夫标到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 我们不是反对 可是你的经费预算 其实一定要能够确实的达成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这样 那今天才有探讨的意义 是的 所以我才刚刚讲 就是说这个单 这个基本上说 我想如果要做这个浅件的话 设计是一个最基本的 我不认为说是在设计上 先去做投资是错误的了 至于说您刚刚讲的那些 武器配备这个部分呢 这个都是可以去调整的 而且我们的中科院 其实也有一定的能量和程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 是未来需要 我们再做一些这个调整 院长 部长 假设这个都可以 我想现在也要请教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如果要发展浅件国造 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培养 一些专业的审核的机构跟能量 我们现在有一个 传播的一些设计的中心 不过这个因为浅件 它的设计 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 我的了解是 我们是应该 就现在我们有的浅件 它的那个延寿的计划里面 去把这个能量先培养起来 院长 您提到延寿的计划了 延寿的计划 延寿的计划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用海龙海虎 对不对 这两艘浅件 我们目前拥有的 我们今年国防部编了 三亿四千万 要推行浅件设计服务顾问 不过其实我想要知道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 你现在延寿的这个计划 我们花了大笔的钱 而且还花了三亿四千万 要去筹主这样的一个能量 就是未来 它可能唯一成为国内一家 可以审核潜见相关条件的一家公司 不管它怎么组成 我们甚至认为说 希望你可以借由这个延寿案 我们不是学修漏水而已 你要真的可以学盖房子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延寿 我们花了这个钱 比如说我们应该要引进一些 决器系统 这个有没有 决器推进系统 这个部分我想因为涉及到一些 因为你如果只是把旧的把它修好 就像你的房子坏了 你只是让它不漏水 只是把它修一修 我们花这么多钱 其实真的是浪费投资 你今天如果要去做延寿 你今天要让我们这两艘 超过一甲子 年纪的这两艘潜见 其实功能可以提升 你既然花了钱 你应该学盖房子 因为你学了以后 未来对我们的潜见技术 要怎么裹造 它才会有能量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达到的要求 保委员你刚刚讲的正是我们现在把这两艘 这一个寿命 我们讲延寿计划 实际上是把它重新的做一个改造 这中间我们学了两个 部长 那个里面没有改造 包括你的荷兰厂商 包括洛马两家 其实他们给你的 大概就是原来 它的一些面板把它改一改 让它用新的 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技术人员 知道怎么样去修复 怎么样维修 怎么样再把它更加强 变成一个像一个比较新的潜见 这也是我们付出这个代价 所得到的一个经验跟教训 未来其实在委员会 还有很多机会跟部长探讨 因为我想你对这个可能不够 还不够了解 因为其实我们的延寿案里面 不像部长你刚刚提到的 你可以学到这么多的技术 可是我们希望你一定要学到这样的技术 你既然花了这样的钱 你既然编了这样的一个潜见的 那个服务计划的顾问 我们很合理的认为 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或者任何一个单位 具备去审核潜见的能量 我们也不希望未来 你好像由国防部 去合法的植入木马 让它成为唯一的合法的途径 以后就是只有这一家可以做 包括对潜见未来的设计 或者未来的制造等等 其实我们在这里先提出来 我希望马文也能够对我们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 人力 我们很希望是这样子 今天因为 我们每次获得的答案 我们都不是跟 事实是有落差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先提醒 因为你既然要做这么多的投资 尤其国建国造动辄好几千亿 这个牵涉到我们整体的预算 刚刚部长说如果是他的钱 他会这样用 我认为其实部长已经严重的失职 失言甚至失格 其他的军事战略 我们在这里先暂时谈到这里 我只是先提出来 因为你时间没有办法提很多 那以后在委员会还有时间 在预算还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些探讨 那另外就我们其他的战略的部分 就政治上 我也要请教我们的院长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最近所看到的 我们逢日必软 逢中必返 没有这回事情 虽然院长你说没有这回事情 可是普遍的感受已经是这样 因为人家就是真的 从交变岛 我们就是从岛变交 我们ICAO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国际的一些会议 我们是可以参与的 可是现在我们参与不了 甚至现在连邀请都没有 这样的尊严到底在哪里 过去我们有很多机会 可以让我们中华民国 可以让台湾 可以让世界去知道我们的存在 而且知道我们的重要性 可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作为 在政治上 对外事实上目前是有这些状况 那对内 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 觉得蛮悲哀的 因为台湾是政党政治 不是色彩政治 可是从这段时间来看 大家已经通过太多的内耗 我们每次民进党政府这一次大获全胜 其实他喊的就是岛屿天光 上台之后也说要政治和解 可是我们看到的也不是这样 政府用黑法取代司法 运用政治的手段 来做很多很多的打击 然后也用了很多黑机关 来凌驾法律 台湾自诩的民主法治 其实好像就要被用黑帮的手法 其实都把它肢解了 我们也发现 在这里也要提出来 包括你在县市的资源分配 都是有色彩的分别 以客委会来说好了 我前几天听到 院长你先听我讲完 你再做结论 前几天我听到我们县府的主管 他反映 他说今年我们送的客家委员会的计划案 连一件都没有通过 这是过去 包括过去曾经民进党执政的时代 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今天有的甚至已经执行到第三期 他认为前面两期 第三期如果再放下去是浪费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前面两期都已经投资下去 第三期你不让他做 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 他可能是有颜色的差别 我今天可能要特别提出来 我会理主委来说明 过去我这段时间之内 我到各个地方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党执政 或其他五党级执政 我都是一视同仁 没有做任何这种差异待遇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出 其实科委会主委他曾经担任过主委 他过去对南投县 对很多客家的区域 其实他也做得很好 他也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 会有这样的差别待遇 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而且也是我们深感痛心的 因为对于南投县来说 我们只靠农业 只靠观光 农业这一次像这几次 有天然的灾害 已经造成很多的损失 观光业也因为我们的政策取向 也因为我们的政治的一些 顾虑 让我们的观光业也惨不忍睹 接下来换成地方的很多的资源 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其实这是我们要的和解吗 你刚刚讲的部分 都没有一个是针对南投社 哪一个 你刚刚讲的那些政策 不是针对南投的 我们感受到了 你说观光问题也不是只有 只有日月南投社 院长我们说的是 不是真正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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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過去像常非院長 他在民進黨時代 神非選擇的年中 他是石頭 非常難 今天如果院長成為蔡英文總統 卡住的木棺之後 我不知道你要等下單身 希望做對的事 我們信任定位的 希望你可以為他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夢想之代 好 謝謝 謝謝 報告宴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施政報告質詢 現在休息 再見 我請你回去 你答應 我請你回去 謝謝 別人 我請你回去 我請你回去 絕對 謝謝 謝謝 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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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